年底市场的买盘全部都在压保2022 明年 明年会高配息给你的 然后高股息殖利率的标的 之前我们追了金融 然后钢铁 银件都追过了 今天来追电子高股息殖利率的 追半导体 也追组装干面板 然后看仔细了 圣洁请上来了 针对预估今年大概会赚多少 乘上了往年平均的配息率 就知道大概晓得 明年会配多少钱给你 把配的这个钱去处于现在的股价 不就知道高股息殖利率了吗 半导体 圣洁辛苦他了 帮我们找这几档了 都是高股息殖利率 连洋 连勇 南茂 齐邦 系格 天狱 金豪科 联电 制约光 台积电 接下来包括了第二页 组装跟面板是华硕 友达 群创 宏基 广达 人保 光宝科 伟创 河硕 鸿海 您看股息殖利率 不要看招没点 很好 回到第一页 麻烦您挑好中置考 对 我想过去大家都想说 金融股可以存股 钢铁股殖利率很高 但是你看一下 这个半导体超过5%的比比皆是 所以来看第一章 换句话说 不要小看电子股 电子股也可以放长 陪你退休当存股 但条件 没错 第一个 如果你要当存股 一定要获利稳健 最好又是龙头股 你不能一年大赚 一年赚的少 那这样配息就不稳 所以获利稳 再来高配息率 你不能公司只配4成 3成 那个太小气了 对 至少超过5成 我们挑70%的 最喜欢你了 对 我告诉你 赚10块就是要配7块以上 才叫做 我爱你 I love you的公司 这样知道吗 大方 我们是要过退休生活 才买你的 对 它叫lucky 7 再来高值利率 也要7%以上 那这个代表说 可能可以当做存股来看 三个条件 可以当存股 过退休生活 陪我们的 您挑中哪些 好 华硕 莲勇 宏基 广达 仁宝 光宝科 都可以 来看一下2357的华硕 华硕 其实你看得出来 它一底比一底来的高 而且量能事实上 维持得蛮好的 代表有什么 默默在吃货 好 莲勇 莲勇 其实它是驱动IC的一哥 这边其实已经打过底部形态 右肩开始慢慢爬高 而且均线出现了多头排列格局 我真的觉得我今天追这一题是对了 电子股大家博爱 低位皆打出底型 你要买存股的 高股期殖利率的 这样子最好 没错 我告诉你 不是只有圣洁认同 感恩他的 真是好人一个了 今天外资投进同买超外 所以我们跑在他前面了 再来第三档 宏基 好 宏基 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慢慢底型打出来了 而且重点在右肩出量 外资开始回补 包含着这个大量的一个 红K棒一半熟稳的话 就会有机会 而且均线多头排列 就麻花往上发散 广达 广达 大概也是类似红基的格局 底部完成之后 这里回撤颈线 再度转强 看起来这里的底部形态 因为有量人的确认 盘间的几率高 而且圣洁很好 他特别把这边转强都有出量 前面整理都没量 圣洁教过大家 左边这边有出量 右边要出量 等同于这边是成功的 没错 再下一档 人保 好 人保大概比较像是一个 区间的一个架构 但是没有关系 他进入高档 你就高卖低买的格局 那这里也慢慢做一个 出量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呈现 低买低接的情况比较好 好 光宝科 好 光宝科 大概就是在均线纠结这附近 但是只要他慢慢往上走的话 伴随他的殖利率还算不错 其实有机会怎么样 开麻花的格局 您看在所有均线刚好揪在一块了 今天我才知道原来电子股 也可以陪我们过退休生活 但是还是有多数的电子股 您只能赚价差跑短 对 赚价差 第一个他是获利波动大 一下赚的多一下赚的少 所以整个配息不稳定 那整理净尾身 股价的整理形态净尾身 形态的突破 但是他还是拥有高殖利率 这些还是值得期待 调中三条间的赚价差 友达 群创 金豪科 那还有南茂跟天狱 这几档 2409 友达其实说真的 现行是没有话讲 在这里打底出来 而且看起来殖利率 应该超过10%以上 那目前整个右肩开始出量 然后投信也开始做一个回补 我倒觉得因为他的获利 时好时坏 所以只能用价差应对比较好 投信今天是买抽的 刚您报告就是因为2409 3481都一样 今年赚很大 所以0056已经把它纳进来了 0056就是原大高股息 预估未来一年就是2022 这两档面板股会高配息 所以高股息资利率 只要你有定期定额买 0056投信业者就会去买它 所以尤达知道群创 好 群创的形态也是类似 这里有底部形态的格局 而且慢慢的这里有点在出量 所以随着殖利率的攀高的话 我觉得它会有机会 股价随着往上走 而且今天的周线短暂跌破 如果周线在站上 均线都踩脚下了 对 金豪科 好 金豪科它是因为在记忆体这块 获利也是稍微波动 目前来到月线的一个格局 那看起来其实你会发现说 外资还是买多卖少 所以压回有殖利率的保护 其实还是OK的 所以这几档都是赚价差吧 对 它赚价差的 金豪科今天外资是在买超的 好 最后一个南茂来 好 南茂其实它是获利算是还算稳 但是重点 它在这里已经打出一个底部形态 形态突破之后 季线是一个关键的关卡 如果突破代表说底部完成 伴随的殖利率有6%以上 也是不错的一个标的 季线47.45观察者 好 天狱 好 天狱就是Driver IC 那看起来它这里已经经过 整理的形态 而且是不是跟刚刚讲的很像 有测试景线的格局 而且有出量 所以看起来均线也是开始 做一个多头的格局 今天土洋同买超 所以发现到有一些的法人当相众 您刚刚说的 高股息资利率 有的当存股 有的赚价差了 所以琢磨在这些方向 连大户都认同 好 感谢圣洁 非常谢谢您了 辛苦了 要帮我负责这种大题目 得要至少抓20党左右的标的了 今天是找电子股高股息资利率 半导体要不是圣洁找 我还不知道 哇 半导体有人股息资利率 5%以上的这么多呢 第二页哦 再看一下组装面板 股息资利率 5%以上的也不遑多让 但是不是所有都可以陪你过退休的 要吻合这三大条件 第一个 公司每年都要稳定赚钱 最好是龙头 to be to fair 高配息的 就是赚钱10块 配7块钱给你 就是至少基本条件的 大方的配息率 高股息资利率哦 这些呢是存股 可以放长 只能跑短的赚价差的 这三个条件 这些标的跟您做分享 刚刚呢 圣洁带到一些操作技巧 尤其这一页您就盯仔细了 圣洁这样结论对了哦 100分 感谢您了 接下来呢 居民请上来 要追明天看盘重点之前 先跟你插播英特尔 英特尔 他们执行长不是要来台湾吗 英特尔 最近消息要砸 70亿美元 提升大马场的封装技术 追着台湾跑呢 英特尔股价看到了 好再看仔细了 明天关盘重点 第一个是最强势的 美股能不能持续往上攻击 那另外来看 这礼拜是全球的央行州 所以呢 最重要还是FED 礼拜四的利率决策会议 那但攸关 美元的近期的一个走势 那新台币只要不破28 其实都无碍台股的多头价 架 那上攻当然需要补量 集中市场大概需要三千两百亿 OTC大概需要一千以上 OTC已经创了十四年的新高 所以中小型股的轮动 非常的活跃 那强势的族群 包括低轨卫星 元宇宙跟网通 另外呢 法人的作战股 可能也是近期 大家可以留意的焦点 这期就是要盯着题材看 对不对 对没错 跟您报告 我居民讲对了 就是因为这个礼拜 美国联总会 这礼拜 各国业防大的先进国家 都要开会了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今晚的美股 有涨 涨不多 就是会担心 那如果有个变数 怎么办呢 所以有什么消息 传出来 锁定待会的 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